今天的驚嚇漁傳協商 那我方是技巧性的道歉 說每人賠150萬人民幣 那如果我們沒有錯 怎麼不是政府賠 是不是就是因為有錯才是企業賠 那當要民間出路的時候代表什麼 海巡沒錄影又代表什麼 海巡沒錄影就該打屁股了 該錄影為什麼不錄 所以你現在變成死無對證 那家屬說你錄影機 給我們看看錄影帶錄了什麼 沒有 那你就理虧了 這個事情本來就是他的船 商務船是跑到我們的範圍來捕魚 是他們不對 但是你沒有資料 也沒有證據 然後說法一變再變 開始他們S型跑了 自己翻船 後來他們因為有活人 活人會講話 說不是這樣 後來又說什麼碰撞 開始是什麼單點碰撞 多點碰撞 變來變去 誠實是最好的政策 你到底怎麼就講清楚 那你就講不清楚 然後屍體扣著半年也不還 這都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政府機構做事 不要想要隱瞞 你隱瞞就是開始 事實上開始是他不對 對但最後好像變成我們有點理虧 還有對不對 我覺得真的一件事情被他們搞成這樣子 表示能力真的很差 程度很差才會幹這樣的事情 那你現在說每個人大概 等於是賠償了 講是輔恤了 150萬人民幣 680萬台幣嘛 政府又不敢出這個錢 怕出這個錢被人罵 說這個用納稅人的錢 所以找企業界來捐 政府出面找企業 企業敢不捐嗎 對不對 那不是等於是強迫一樣嗎 你錯了就錯了 該出的錢就出錢嘛 還有找企業來捐 哪些企業捐錢公布給我們看看啊 到底哪些企業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事情整個 當然今天如果能夠妥善的解決 總算是畫下一個據點啦 那我們也希望將來我們的胡姓士兵啊 還有那個大盡滿88號的人 趕快就回來了 因為兩岸這種事情衝突紛爭難免嘛 那大家如果有善意的話 各推一步很多事情都好解決 假如大家都很在那邊堅持 然後甚至沒有講 照實講 然後呢 拖拖拉拉 那這個事情就不好解決 所以我希望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驚嚇的漁船事情 從二月到現在 今天終於有來協商了 那報導當中是提到說 我們是屬於技巧性的道歉啦 並賠償他們大概 150萬的人民幣啦這樣子 那有些人就好奇說 這個賠償這個錢 也是由企業這邊來捐的 那好奇說為什麼不是由政府 因為海巡不算是我們做了一點事 然後導致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就是說由企業來捐 根本就是在保護管幣領啦 因為如果是由政府來做捐款的話 那就是一個賠償 那賠償的話 那當然要追究責任 不然的話你政府 為什麼莫名其妙要去做賠償呢 對不對 這又不是一般的補償 那所以他這個用企業捐款 我覺得這也是保護管幣領 因為這件事情呢 事實上管幣領他的責任是非常大的 但是他又不願意請辭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說我覺得無論如何啦 就是說如果今天能夠順利的達成協議 讓整個的驚嚇 撞船事件能夠落幕的話 我覺得對兩岸關係還是有利 往有利的方向去走啊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 經過這個0204的撞船事件 那麼再加上賴清德他就任的這個 他的就職演說的這些說法 事實上使得兩岸進入了一個非常非常緊張緊繃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今下這個協議能夠達成的話 至少呢 我們可以再降低兩岸之間的惡意螺旋 那你怎麼看就是說兩岸現在 確實如果能夠把它處理好 往好的方向走 那看起來兩岸如果願意談的話 也是能夠做到 不過梁文傑有提到說 這是屬於當事人對當事人 不是政府對官方對官方官方對民間這樣 因為這次其實看起來 就是說因為我們海姬海鞋的接觸 在這次裡面幾乎色彩是非常非常的模糊 那麼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鄭文燦 現在已經被關進去的關係 那所以看起來呢 事實上兩方的官方介入非常深 那你看幾次 包含在這個颱風之前 梁文傑就是陸委會的副主委 通都到了金門 事實上等於說 他也許不會出現在 整個簽署協議的這個現場 可是呢 他根本是在幕後完全的掌控跟操控 那同樣的我們也看到這個 國台辦的官員呢 也有來到金門 所以呢 事實上在這個事件裡面 官方的角色事實上是很深的 雖然他們沒有出現在這個檯面上 但是呢 幾乎都是由官方來做操縱 那至於大家外界就說 這次是到底是官方對官方 還是民間對民間 那麼梁文傑用了一個 很巧妙用 當事人對當事人 我覺得他第一個 他事實上是想要躲避說 這個有濃厚的官方設才介入的一個協議 那當然你所謂當事人對當事人也不通啦 因為這裡面當事人包含了兩具屍體啊 好那這請問一下這兩具屍體 他能在這過程裡面說實在也是大家所有 現在幫他們做安排能夠返魂給這個對岸的家屬啊 那所以基本上我對梁文傑說當事人對當事人呢 我知道他是想要去躲閃躲這個有關於官方的色彩 我沒有太大的意見 但是我覺得這次代表一個就是說兩岸之間仍然是可以接觸的 那我是希望說不要變成只是個案 因為未來兩岸之間的爭議還是會很多 你看接下來我們還有這個澎湖及漁船 事實上現在人跟船通通都在對岸 還有我們有一個吊客也在對岸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所謂的處理的方式啊 不管他有沒有官方色彩或者是未來還是借重兩會之間的一個這個橋樑 那我都希望他不應該是用個案 梁文傑講了一個說這個都是個案處理 我覺得這是不好的 如果只是個案處理 那難道未來你保證都沒有再有爭議嗎 那如果再有爭議的時候都要像這次拖拖拉拉嗎 所以我覺得從這一次的這個模式 也許去建立一個未來兩岸在發生爭議的時候 還是可以大家可以互相對話跟這個協商 能夠解決問題能夠解決爭端 這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以這次模式來看 好像都是你們藍營在出力比較多 有人說這個藍營又在幫忙當他們的這個擦屁股了 嗯當然啦就說你這次比如說像陳玉珍委員喔 中間他奔走很多 那當然很多人講說啊我們藍營幹嘛啊 去幫人家當煞車皮啊 幫人家幹嘛收拾善後 但是某一個程度比如說因為這裡面 涉及到這個驚嚇之間的爭端 因為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 那麼金門的觀光根本沒有辦法解決 其實最重要問題是因為譬如說在先前我們去做大陸做參訪 我們希望大陸觀光客能夠來台灣 可是在離島的部分那麼指後來大陸方面呢 他們願意的答應的部分就在馬祖 卻露了金門 那事實上他們很明白的跟陳玉珍說 就是因為今夏這個壯傳事件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呢沒有辦法開放金門 所以為什麼陳玉珍這麼賣力的去做奔走 並不是要幫民進黨來解決他的問題 他是要幫金門人金門的觀光業來解決問題 214事件發生至今已經5個多月 雙方散透協商終於達成供詞 希望台灣有關方面積極落實計要條款 讓院子安心給家屬一個交代 謝謝 今天協商順利達成共識 這樣會功於兩岸持續不斷的努力 還清楚也感謝有關機關各界人士 對於本案所提供的協助 那因為要配合陸方船班 送貨會抓緊時間 我們會積極落實協商公司 至於相關細節 目前沒辦法跟各位報告 謝謝 今天早上 海峡兩岸將會繼續就2月14號金門海域執法發生意外案件 繼續進行第三階段的協商 我們希望這次協商之後能夠獲得相當的進展 但是很多媒體報道都認為這次協商之後當遺體 對方願意接送回去 而且也收到了賠償金之後就會事情整個落幕 我認為有下列幾點看法大家應該認真的思考 第一個這個事情今天就算協商獲得結果 只能算是獲得進展 但整個事件並沒有完全落幕 當初事件發生之後 對岸提出來要道歉賠償以及要究責與真相 我想這個真相是兩岸都是希望獲得期待的結果 但是這個案子已經進入司法偵查的階段 但是到目前為止整個司法進度 偵辦的進度顯然沒有到達讓大家可以接受的地步 究竟是能夠去真正根據司法偵辦的結果 追究責任還是還當事人的清白 其實大家兩岸都在期待這個真相 大家必須要對此有所認識 第二個我也要在這邊提醒 從2月14號之後整個海峽之間相對海域執法的形勢 已經產生了很嚴重的變化 這個變化會不會將來再回到以前的原點 恐怕是很難 也就是這個新的態勢的變化 也就是我們可能要接受的新常態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兩邊執法單位如何能夠善意往來 然後維持穩定的互動 這是考驗了兩岸之間的智慧 各位親愛的朋友 兩岸之間必須誠心正義的積極的溝通的往來 但是最後一點我還是要指出 在這一次協商之前 我方不斷的揭露 這個雙方就是談判所獲得的可能成果 我們雖然知道兩岸談判必然是要成交才能成局 成局才能成行 也就是說沒有獲得相當的共識 基本上不會要進行這些所有外在談判的這些外在的形式跟程序 很多這個私下的協商跟溝通是必然都存在的結果 但是事先沒有意義的預先將它曝露 那表示我們談判紀律以及應對兩岸事務之中 確實有很大的問題存在 我覺得這些都有未來繼續改善的空間 我們要對我們有過的事 如果你的一位來源 就是甚麼? 我們終於提供了 我們可以找不到 如果我們有一位來源 我們都是在客製的 我們也可以找到 我們可以找到 我們可以找到 我們可以找到